上学时,我是出了名的姓球,却看上了年级第一的学霸 毕业后,柳如烟答应和我交往 在一起七年,我才知道她是收了我后妈的钱,和她分手前 我被车撞死了,得知我死绪 她一滴泪都没流,也没参加我的葬礼 她照常上下班,平静冷漠地敲带马 甚至送走我的猫,去酒吧庆功 和别人喝交杯酒,无名指 还多了枚戒指,可那场单人的婚礼 黑色的骨灰盒,到死都没有回复的分手短信 带着她的遗憾,全都留在了那个日夜兼程马 出来的游戏,我和柳如烟在一起的第七年 她的公司正准备上市,她大二创业 上市只用了六年,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见她一面都不容易,但这并不是我想分手的原因 我出事那天,接到一通电话,是梅吉博打来的 她是柳如烟的大学同学,创业伙伴 她陪她一起打拼,一起到处入眼 从海城,到香港,到国外,我见不到的她 她却时时刻刻都在见 柳如烟没告诉任何人,我是她的男朋友 大家以为她单身,便觉得她们珠连闭合 媒体也不吝夸赞,我看过很多她们活动的照片 柳如烟每次都把收到的花递给她 那么娴熟,那妖自然,不像我们约会时 她每次给我送花,肢体都很僵硬 有一次约会,我鼓起勇气告诉她 柳如烟,我不喜欢鲜花,你可以不用送的 我知道,这一月一次的约会 对我来说是期待,但对她来说 是负担,我当时不敢看她的眼睛 我想她一定觉得我贪婪又虚伪 既然这么在乎她的情绪 为什么不直接跟她分手 可我真的舍不得 分手了,再见就难了 更何况,现在连给她电话都是奢望 曾经有天晚上,我从噩梦中惊醒 忍不住在凌晨六点给柳如烟打了电话 她有起床气 喂,柳如烟,我吵醒你了吗 那头沉默了一瞬,呼吸远离了几分 启博打,你觉得你的行为合适吗 对不起,她干脆地挂断了电话 可我记得,她在我床边时 曾无数次接起没启博的电话 并没有对她发脾气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主动给她打过电话 对她来说,我想我是听话懂事的 但我想不通,柳如烟既然不喜欢我 当初高中毕业后,为什么和我在一起 我也想不通,为什么柳如烟明明不爱了 也不主动提分手,是在可怜我吗 我和梅吉博约在咖啡馆见面 她告诉我柳如烟和我在一起的理由 荒谬又合理,梅吉博似乎很生气 她质问我,当初如果不是柳如烟母亲重名 需要医药费,如果不是你们家威胁她 她根本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你已经折磨了她七年,能放过她了吗 就算你继续跟她在一起,她也不会喜欢你 放过她,也放过你自己吧 我坐在咖啡馆里,难堪又难过 柳如烟那么骄傲的人,我继母却那样羞辱她 她应该早点告诉我真相 我就不会不知廉耻地出现在她面前了 原来每次约会,她送我昂贵的礼物 不仅是因为礼貌,还是因为曾经的交易 她在不动声色地把那些钱,加倍还给我 我不知所措地道歉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你现在知道了 你能跟她分手吗 她受了你的恩惠,不好意思开口 我希望你能主动跟她分手 当然了,如果你不愿意也没关系 我不会放弃她的,我不认为我是更好三 反正她从来没喜欢过你,也没承认过你 一厢情愿的感情只是单恋而已 嗯,单恋,我咬紧了嘴唇,抠着自己的手心 看着掌心那道陈年的疤痕 当初手心的疼,不如今天的万分之一 我倒是更希望坐在对面指责我的事流无焉 几博答,你什么都给不了她 但我可以,你能成全我们吗 她放缓了语气,你们现在还有共同语言吗 你知道她的喜好吗 你们之间早就离得太远了 你抓不住她了,你们早晚都会散的 我知道,我早就该下车了 只不过柳如烟不提醒我 我就厚着脸皮霸占着不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以为她事业心那样重的人 也不在乎和谁在一起 如今知道了所有的真相 我怎么能不放手呢 我只是有些遗憾,以这么难堪的方式结束 我,我会跟她分手的 我本来也没想过会跟她一直在一起 她就像永远不会停的鸟 飞得太远太高,我追不上 我们也早就无话可说了 每次约会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不会让她觉得我很笨 一点也跟不上她的脚步 每次见她,我都很自卑 她似乎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说服了我 离开前只是告诫我 你最好说到做到 我一个人在咖啡馆坐了很久 才给继母打了电话 我问她 是你给了柳如烟钱 逼她跟我在一起了吗 继母的冷笑传过来 你现在是在质问我吗 几博答 你怎么光长年纪不长脑子 一如既往那么幸求 如果不是我 她凭什么会跟你这种弱智在一起 你应该感谢我 而不是怪我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我会把钱还给你 前提是你给柳如烟道歉 我看你真的是猪脑子 既然她跟你说了 想必是想跟你分手 我警告你 你绝对不能跟她分手 她能有惊天 都是因为当初我给了她一大笔钱 你不仅不能跟她分手 还要跟她结婚 结婚前不准签什么婚钱财产协议 我不管你是哭是闹 都给我牢牢套住她 没听完 我就挂断了电话 然后拉黑了她的一切联系方式 我不喜欢她说的话 就算没有她 柳如烟也早晚会成功 她在学校就永远都是第一名 靠的从来都是自己 我是不聪明 但这么多年 我也能感觉到 柳如烟不喜欢我 我失望过 伤心过 但现在连失望伤心的权利都失去了 她不喜欢我 是应该的 柳如烟 对不起 我们分手吧 我编辑好了分手信息 发给柳如烟 她很久都没有回复 我也不敢给她打电话 等到天黑了 她还没有回我 我只好回家继续等 哪怕她只是回复我一条 课套生疏的短信内容 都好 有挣扎的泡软泡烂 很酸 很想哭 但我拿这种折磨人的情绪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是没想到 我还没等到她的回复 就出了意外 车祸发生的瞬间很快 我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遵守交通规则的 我是怎么一瞬间被撞飞出去的 等我看着自己的身体 倒在血泊里 周围人发出惊慌失措的呼声 脑子才慢慢拍反应过来 我死了 我在事故发生地迷茫了很久 说不上难过 甚至觉得灵魂很轻快 夜幕降临后 我回了家 桌子上的花笔染料乱成一团 还没来得及收拾 吃剩下的苹果已经开始腐烂 做鬼也挺好的 我不用再强迫自己进食了 我的厌食症越来越严重 吃半个苹果刚好不会痛 我也不需要睡觉 不用再害怕每晚的噩梦了 下雨天也不会再手疼 最重要的是 以后我不必是任何人的雷坠了 第三天 我决定出门 去找柳如烟 为什么没有在出事后就去 因为害怕看见她的反应 只要不知道 我就不会难过 如今她的回复已经不重要了 她彻底摆脱我了 我希望她不要太难过 也不要太开心 我飘到柳如烟的公司 来到顶楼她的办公室 生前我从来不敢来这里 我怕自己会给她丢人 此后终于可以看一眼 她办公的地方 柳如烟正在开会 会议室里 她穿着定制的高级黑色礼服 裙子解开了最下面的扭扣 裙下的两条大长腿交叉着 气势从容又凛冽 此刻 她精致的五官有些阴沉 一言不发地盯着正在讲话的人 她在一起黑屏的手机 犹豫了一下又倒扣在桌面上 讲话的人说完后 整个会议室陷入了一片沉寂 柳如烟的脸上露出 血而易见的不耐 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很少有这么外露的情绪环 她一直是内敛的寡言的 不可高攀的 然后梅吉博开口了 距离新游戏上线 还有一个星期 再准备一套推广方案吧 这个方案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不够吸睛 我认为重点应该是 柳如烟 你觉得呢 按你说的办 散会 梅吉博好厉害 讲话时候镇定又自信 整个人好像在发光 难怪柳如烟会喜欢她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约会 柳如烟问我觉得 他们公司新推出的游戏怎么样 我尴尬地说道 很好玩很有意思 是吗 那你觉得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没有 嗯 其实她不知道 第二关我玩了一百多次都没有成功 概率这种东西 我算不明白的 她等我讨论她喜欢的东西 就像在对牛弹琴 让她约会的体验感这么糟糕 真的很对不起 所有人都离开会 梅吉博来到柳如烟面前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好 如果有事就喊我 梅吉博离开后 柳如烟站在窗户前 看着手机 不知道在想什么 她的背影显得那么顾忌 我站在她身旁 小声问道 柳如烟 你为什么不开心 吉博答 我灵魂一震 就在我以为柳如烟能看见鬼时 她没有再开口 冷静下来后 我又奇怪 她为什么叫我的名字 她也会偶尔想起我吗 可是事情证明 这只是我的自作多情 我死后 柳如烟一程不变地上下班 她表现得很平常 她一脸平静 她的秘书拦住我 那个发疯的继母 冷漠道 请你冷静 如果你对吉先生的死 有什么意义 可以报警或者找律师 另外通知你 你这些年敲诈我们留嘴 我们已经决定报警出了 什么 她竟然被地里敲诈柳如烟 真的太过分了 我生气又委屈 柳如烟为什么 从来不告诉我这件事 她是觉得 我和继母是一伙的吗 她哪怕质问我 冲我发脾气都好 最起码我还能有一个解释的机会 可是她从来都不说 然后就在心里判了我的死刑 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敲诈 那是柳如烟你欠我 如果当初没有我 你一个穷学生 哪里来的手术匪 墨蒂 他脸色一变 是你去找的吉伯达爸爸是不是 他现在不仅要跟我离婚 还逼得我近身出户 是你在背后搞鬼对不对 你跟他爸一样 他活着 你们不在乎他 他死了 你们都开始通过报复我来妆爱他 你们恶心 我也不怕告诉你 当初是我自己决定去找你的 吉伯达那个姓球什么都不知道 你恨错人了 我就是想要你恨他 还不得不跟他在一起 我就是要看他痛苦 凭什么他一出生就应有尽有 他爸为了他甚至去劫渣了 他只是看中我在国外的教育学背景 才会嫁给我 我就是他们家免费的保姆 他甚至早就立好了遗嘱 一分钱都不给我留 是他先对不起我的 他如果真的关心他 就自己教育他 你如果真的在乎他 就不会这么多年不公开你们的关系 现在他死了 你们又通通来装好人 原来 继母不仅骗了柳如烟 也骗了我 我一直以为 我爸根本不爱我 我的葬礼办得很简单 那天柳如烟没有出席 我远远看了一眼也离开了 他直接坐私人飞机 去富士山参加了一个重要的合作研讨会 我想 富士山终究离我太远 远到智商测试86的我一辈子都到不了 出发前 梅吉博对柳如烟说 要不明天再去吧 你最近太忙了 需要休息 他说 按计划执行 计划外的我 从来都不重要 两周后 柳如烟回国了 我不知道自己会这样多久 哪天会彻底消失 于是始终在他的家里和公司徘徊 等他回来 喜欢的人多见一眼都是赚到 我如今可以肆无忌惮打量他了 他确实对我的死并不伤心 回国后立马就安排了晚上去酒吧庆功 他研发的新游戏一上线就大获好听 那天员工也都喝多了 在他玩游戏输了之后 起哄让他和梅吉博喝交杯酒 柳如烟高冷的神情被酒精冲淡了 笑着纵容对方 眼神甚至罕见地透着几分温柔 在他端起酒杯的瞬间 假装难过一下都不行吗 我也没有那么烦人吧 如果我的继母没有拿钱威胁 如果你没有误会我 你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吗 柳如烟不会回答几波大 不管我活着还是死的 他都不会回答我的任何问题 柳如烟回到家里后 洗澡花了很久 在出来的时候 眼神变得清亮了几分 然后他穿着白色浴袍 开始坐在电脑前敲带马 神色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冷漠 果然是个工作狂 我坐在沙发上逗弄我们的小猫 我去年冬天把他捡回来的 我有轻微哮喘不能养 于是就拜托给了柳如烟 我心想 以后就可以借着看猫来找他了 我为自己的小算盘洋洋得意 可是柳如烟却说 我不喜欢小动物 那你帮我养他 以后我们两个月约会一次就可以了 好不好 本来在柳如烟的规划里 一个月陪我约会一次 可他后来太忙了 经常抽不出时间 如果能少应付我几次 他应该会很乐意 他不太开心 但也没有拒绝 我知道柳如烟虽然不喜欢这只猫 但他一定会负责的 就像他不会喜欢我 却可以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 他离开的那两周 每天都有人上门照顾我们的猫 他给不了他情绪价值 却给了他很好的物质条件 对我对猫都是这样 小猫虽然看不见我 但是表现得很兴奋 在沙发上跳来跳去 我试图抱住他 却怎么都抓不住 就在这时 柳如烟突然开口道 己伯答 不要闹了 我下意识道歉 对不起 然后小猫跳下了沙发 冲着柳如烟跑了过去 一跃跳到了他的腿上 他敲代码的手平下了 很久没有在动 他幽深的眼眸仿佛失焦了 神情很空洞 我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是代码太难了吗 我以为柳如烟会对猫负责的 但是第二天 他就把猫送走了 他的朋友沈又厨问他 你舍得呀 有什么舍不得的 你这个人还真是冷血 养了一年的小东西 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本来就没打算养 是 他停顿了一下 沈又厨小心翼翼问道 你没事吧 没事 也是 你能有什么事 少了谁 你都不在乎 当初你创业的时候 我要不是看你试个潜力股 给你投了点钱 估计你都懒得多看我一眼 柳如烟没说话 沈又厨也不在意 继续说道 你放心 我肯定好好照顾你的猫 放我手里比放你手里强 对了 他叫什么名字 随便你 我恋恋不舍看着小猫被带走了 可恶 柳如烟竟然连名字都没有给小猫起 早知道这样 我就自己养了 反正哮喘也不一定能死 我越想越气 决定暂时不要再待在柳如烟身殿了 柳如烟不是一个顶好的主人 一般好而已 你们才相处了一年 也没有什么感情 你就当换了一个新的朋友一起玩 千万不要不开心 小猫似乎适应得很快 玩得很开心 一点都不认识 但沈又厨的老公坐在沙发上似乎不太高兴 柳如烟到底是不是人了 在一起七年的男朋友刚没了 他转头就把猫送人了 这么迫不及待开启第二春是吧 没有 柳如烟那么忙 又没时间照顾 况且 他那样的工作狂 压根就不喜欢任何男人 以及女人 除非能帮他赚钱 他可能会态度好点 但绝对只是把对方当工具人 他不懂正常的社交关系 也没有什么感情 你现在是在帮他说话是吗 老公 我错了 但柳如烟本来就不喜欢吉伯达呀 我都怀疑柳如烟跟他在一起 是因为他救过柳如烟的命 呵呵 他那么懂知恩必报 可以把公司分一半给吉伯达 没必要给他给不了的东西 真要结婚了 可不就是要分柳如烟一半的身家吗 我以前问过柳如烟 如果以后跟吉伯达结婚了 会不会做婚前财产公正 他说不会 我才不信 我也不信 我当时还以为他中邪了 你不知道他那个人有多爱钱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他一边读书一边兼职还一边创业 根本都不睡觉的 所以一旦他休息时有人吵起他 他起床气会很大 除非是跟他谈工作上的事情 他才会收敛情绪 后来拉投资 他不会讲好听的话 就使劲喝酒 硬生生喝到未出血 第二天还接着喝 就跟不要命了一样 那时候我才知道 他不是装高冷 是情商真的太低 光场脑子不长人情事故 好几次投资方 只是想让他说点漂亮话 画个大饼而已 但他就是不说 那样的人 让他为心讲一句好听的话 也要他的命还难 是的 我见过这样的柳如烟 我知道他走到今天有多不容易 也知道他有多优秀和可靠 也是后来有了点话语权 他才开始不沾酒的 我没想过分柳如烟的钱 他的公司我又没有出过力 跟他谈场恋爱 就要分人家一半的财产 我也干不出来这种事 我虽然脑子不灵 但我知道是非黑白的 况且我喜欢他 也不是为了获得回报才喜欢他 我只是纯粹的喜欢他 我也干不出来拿钱 威胁他跟我在一起那种事 因为他不开心 我会比他更不开心 他的骄傲被人碾碎 我会更难过 我也没有那么差劲 你知道吗 我被地里打听过 吉伯达这好人 听说高中的时候 吉伯达在他们学校有个外号 叫猪脑子 每次考试都是倒数第一名 没想到他脑子不灵光 眼睛倒是挺灵光的 一下子就看上了年级第一名 我还真挺好奇 他们两个极端是怎么在一起的 但是柳如烟从来不说 后面的话 我没有再听 就离开了 这么多年了 哪怕是死了 听到那三个字 我还是会恐惧 就好像是一场始终没有醒来的噩梦 梦里是无数做不出来的视觉 是面目猙獰的老师 是嘲讽我的同学 我从小就知道 自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因为我很笨 老师讲课 我总是听不懂 我永远都是班里的倒数第一名 小时候同学们就嘲讽我是傻子 从来没有人跟我玩 他们还说 谁跟我玩 谁就会被传染成傻子 我爸生意忙 我跟他讲 我不想上学 同学们都笑话我 他会问我 那你为什么要考倒数第一名 我回答不上来 他摸着我的头 一脸疲惫道 你乖一点 爸爸已经很累了 但他还是帮我办理了转学 还给我请了家教 在新的学校 我依旧是大家眼中的信求 但我没有再跟我爸告状 因为我会让他很累 家教总是对我摇头叹息 后来 我爸请人给我做了智商测试 透过门缝 我隐隐约约听到了智力低下 我解释 不是的 我只是太紧张了 所以大脑一片空白 但没有人会相信我 我爸很严肃地告诉我 我打 人可以不聪明 但是不要撒谎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后来我爸不会再顾问我的成绩 他看我的眼神透着失望 再后来他就娶了新的老婆 继母在他面前总是对我很好 在他的视线之外 就会骂我 你上辈子是猪投胎的吗 不不不 吃了这么多布品 怎么还是这么幸福 钱花在你身上 简直是浪费 如果不是出生在好人家里 你就是捡垃圾的命 你的脑子是不是出生的时候被门家了 这么简单的数学题都不会 你是上初中吗 小学生都比你强 哭什么哭 找爸爸 你要是做不出来 你爸爸就不会回来了 他那么优秀的人 生出你这样的儿子 脸都被你丢光了 你再这样下去 他就真的不要你了 你不信 他娶了我 我以后会给他生孩子 比你聪明一百倍的孩子 你觉得他还会要你吗 你要是听话 我可以不生孩子 现在 你要不要听我的话 后来有一次 我没忍住问爸爸 你有了新小孩 会不要我吗 他很生气的对我说 你的脑子里天天在想什么 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 你再努力一点 爸爸不可能一直陪着 你要学会基本的常识 要有基本的学习能力 判断是非的能力 只要以后别太差劲就可以了 我答 爸爸对你的要求已经很低了 继母说的是对的 如果我一直这么差劲 爸爸肯定就不要我了 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 吃不品吃营养品 都摆脱不了倒数第一名 吃吃吃 果然就跟猪一样 光长肥肉不长脑子 继母总是在我吃不品和营养品的时候 这样骂我 后来我吃完这些东西就会吐 再后来就患上了厌食症 吃普通的食物也会想吐 中考后 继母说家里花了很多钱 让我能上私立高中 说我就是家里的累赘 说都是因为我 爸爸才会忙到没时间回家 我已经很久不敢找爸爸 我觉得当个透明人也挺好 爸爸忘记我 就不会扔掉我了 高中第一年 我脱了全班的平均分 让我们班级在全校垫底了 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很生气 让我站起来 然后把试卷扔在了我脸上 你是信求吗 你是不是故意的 数学只考二十几分 物理十八分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还是上课在干别的 你告诉我 你怎么考的 你说话呀 不说话是吧 行 以后你就不要开口了 我的课你站着听 同学们问我 吉伯达 你怎么考上高中的 是不是家里很有钱 你是不是脑子不好啊 天生的吗 那你能听懂我们说话吗 同学们开始鼓励我 把职日推给我 不管班级里出了什么问题 都甩给我 班主任从来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就开始骂我 若是信求 脑子这么笨 就不要到高中来混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你这样的人活着 就是给别人添麻烦 后来 我就不再开口了 我就像生长在阴暗里的植物 没有一点光能照到我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但好像 我活着就是一个错误 开家长会的时候 继母向班主任道歉 然后让我当着全班的面检讨 我压抑着呕吐的欲望 在众人挣扎一样的视线里面 完了检讨 只要想到当时那个场景 我还是会心机发抖 高二 我换了新的班主任 觉得天空都放晴了 也是那一年 我和全校第一名的柳如烟 分到了一个班级 只有他不会嘲笑我 也不会把值日的任务推给我做 甚至在有女同学嘲讽 我蠢的跟猪一样时 他一脸平静地跟对方说 在我眼里 你蠢的连猪都不如 为此 对方跟柳如烟打了一架 柳如烟赢了 而且因为他学习好 老师格外喜欢他 还关切地问他有没有受伤 在提及打架的原因时 柳如烟说同学们霸凌我 班主任开了一场班会 严令禁止了同学们 欺负我的行为 自此 再也没有人明面上 说我是猪脑子 把自己的值日推给我了 虽然他们背地里 还是会嘲讽我 孤立我 但已经比我之前的情况 好太多了 事后 柳如烟告诉我 不拒绝就是纵容 因为柳如烟 我好像终于能喘一口气了 在他帮了我之后 我总想着报答他 于是周末去商场 买了一支六千的钢笔 想要送给柳如烟 早上 我早早来到了学校 坐在最后一排的位置 盯着后门 在柳如烟进来的瞬间 我把礼物递给了他 柳如烟 谢谢你 不用 你不喜欢钢笔吗 那我下次送你别的礼物好不好 你喜欢什么 不用 为什么 能不能不要烦我 我脸色白了白 不敢再打扰他 可我还是沦为了新的笑话 他不在的时候 有人在教室捏着嗓子 模仿我说过的话 柳如烟 你不喜欢钢笔吗 那我下次送你别的礼物好不好 你喜欢什么 能不能不要烦我 哈哈哈哈哈哈 几伯达竟然喜欢柳如烟 笑死了 他该不会觉得柳如烟帮他是喜欢他吧 人家不过是看他纯可怜他而已 他就眼巴巴的凑上去 果然刚比哥的脑回路跟正常人不一样 别说了 他这种人连数学题都做不明白 怎么可能分得清可怜他还是喜欢他 喂 几伯达 我喜欢游戏机 你要不要送我最新版的游戏机 柳如烟不喜欢你 我可以勉为其难喜欢你一下 我讨厌对方拿自己跟柳如烟做比较 我第一次跟人吵架 我凭什么要送你游戏机 你尝得那么重 学习又不好 还口臭 你他妈再说一遍 我不 对方想要打我的瞬间 我从桌洞里拿出手机 然后报警 几伯达 你他妈疯了吧 你才疯了 后来 学校把我们俩都教育了一番 让我以后有问题找老师 不准随便报警 我又不是真的傻子 凭什么不报警 因为我始终不松口也不肯道歉 事情闹大后 我爸来了学校 那一刻 我真的很害怕我爸直接丢下我 但我不想退缩 柳如烟是唯一帮过我的人 我不想让别人嘲讽我的时候 带着柳如烟 如果下次别人还拿他来开玩笑 那我还要报警 我不知道我爸和领导谈了什么 但后来我再也没看到那个同学 我以为我爸是在乎我的 但他告诉我 下次不要给他惹麻烦了 也不要早恋 即便对方是全校第一 我没有 不管你有没有 都不要在外面给我丢脸 你觉得对方会喜欢你吗 你应该学会自尊自爱 我给你钱 不是为了让你拿钱 去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知道我爸想表达的真实意思 他让我 不要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真的没有他想的那么笨 我听得懂人话 也有自知之明 高三那年 新班级里的同学对我还不错 我交到了新朋友 寒假前一天 最后一节自习课没有老师 他们说要跟我玩游戏 我本来想拒绝 但是好不容易交到新朋友 我还是答应了 我们玩很幼稚的捉迷藏 我躲在卫生间 躲了很久也没有人来找我 教学楼变得安静 最后灯光也渐渐熄灭了 我意识到 可能不会有人来找我了 就在我想打开门的时候 发现门怎么都打不开 我没有哭也没有难过 我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在黑暗里等了很久 久到我要睡着的时候 门被打开了 我笑着说道 你找到我了 可我没有想到 来找我的人 是柳如烟 我这株在阴暗里默默生长的植物 有一瞬间 好像被光照到了 柳如烟 他找到我了 他眯着狭长的眼眸 神色灰暗不明地看着我 两久后 他开口道 别跟他们玩了 我保持着微笑 告诉他 可是从小到大 只有他们愿意跟我玩 小时候 身边的人都害怕跟我玩 害怕会被传染成傻子 可是我现在明白了 跟我玩不会被我传染的 其实 我曾经偷偷去医院做过测试 智商检测结果是86 医生说我很正常 在普通人的智商区间 并不是弱智 就算是弱智 医生也说了 弱智并不会传染 柳如烟 你不收我的礼物 是不是也怕被我传染成傻子啊 我真的不会传染的 你不要害怕 小时候 我倒是希望自己会传染 所以跟继母待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反抗 还往他的食物里吐口水 可是根本没有用 柳如烟 我说的是真的 他叹了口气 我知道 是啊 柳如烟那么聪明 他肯定知道的 我收起了脸上僵硬的笑 垂下了头 这一刻 我突然觉得很委屈 很想哭 被同学骂傻子 被老师骂猪脑子 被继母威胁 被爸爸嫌弃丢脸时候 我都没有哭 可是柳如烟说他知道的瞬间 我的委屈好像突然被人看到了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 柳如烟很平静地回答道 大概是为自己的愚蠢感到自卑 所以想从你身上找优越感 他们只是又蠢又坏 你没有必要去尝试理解他们的想法 你跟他们不是一类人 原来是这样 那我在柳如烟心里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没好意思问 出来 我送你回家 真的吗 嗯 柳如烟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别人你送我回家的 为什么 那样大家就不会笑话你了 虽然他们又蠢又坏 但我还是不希望他们说柳如烟不好 柳如烟没说话 我也不会在学校里跟你讲话 柳如烟那么聪明 学习成绩那么好 自己一个人长大 并且学会了很多东西 我只是成长得比别人慢 但我不是猪脑子 几博答 嗯 算了 随便你 分开时 我鼓起勇气问他 我可以要你的手机号码吗 可以 于是我有了柳如烟的手机号码 但我从来没有联系过他 我知道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做朋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我们之间的差距 可是第一名和倒数第一名的差距 但我还是滋生了不该有的心思 我没打算让暗恋重见天日 我想 一定是因为我画了太多张他的画 才会让继母发现这个秘密 高三毕业后 我爸打算送我出国留学 让我继续学画画 因为那是他给我报的所有兴趣班课程 我唯一能做好的事情了 但柳如烟突然发消息给我 说会跟我在一起 我不敢问他是不是真的 我怕他会说 只是个玩笑 就像当初跟我玩捉迷藏的朋友 第二天告诉我 只是跟我开个玩笑 我不喜欢别人开我玩笑 所以我没有原谅他们 可如果是柳如烟 我大概会忍不住原谅他 毕竟他是唯一一个找到我的人 于是我回复柳如烟 好 我进了一所三流的大学 专业是谁才画 虽然学校不太好 但是老师夸我很有绘画的天赋 我依旧没交到朋友 但我有了柳如烟 虽然我们的距离很远 但我会拍下我的话给他看 还会跟他分享生活里的事情 可是他不太会回复我 他说上课很忙 于是我就不再频繁打扰他 有时间的时候 我会偷偷去他的学校看他 他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告诉他 我看见他身边总是围绕着很多人 他会开口讲很多的话 虽然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但是他的眼眸很亮 周围人看他的眼神带着崇拜 他腿长 走路也很快 总是会带起一阵风 白色衬衫仰起一脚 他好像随时要飞走 飞到我再也看不见的地方 我想 柳如烟说跟我在一起 一定是个玩笑 但他不说 我就装作不知道 看 我也没有那么傻 大四毕业后 我不用找工作 因为我爸给我开了画廊 他虽然不爱我 但从来没有在钱上亏待过我 我的画卖的价格很高 但我知道 不是因为我优秀 因为继母给我看过我爸来学校找我的导师 还有那些买画的人请他吃饭的照片 继母说的没错 有我这样丢人的儿子 真的让我爸很累 我吃得越来越少 总是提不起精神 只有见到柳如烟的时候 我才会稍微得到一点力气 继续在无人的角落里生长 那天 萧雪儿走进了我的画廊 我以为他又是某个有求于我爸的人 对他不是很热情 却指着一幅非卖品问我 这画的是蓝鸩和是怀鸟吗 你怎么知道 蓝鸩这种植物有毒且霸道 身边不允许其他种类的植物生长 不过却默许了一种鸟在它上面栖息 就是红嘴蓝鸩的释怀鸟 象征所有的温柔和爱都给一个人 飞鸟集里有一句话 蓝鸩以欲释怀鸟 不爱万物为爱你 你画得很像也涂满了感情 我两久没有说出话 我对柳如烟的爱 连它本人都不知道 却被第三个人知道了 萧雪儿笑着对我说 兄弟 你挺霸道的呀 画画只是一种表达 我才不霸道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我问他 你想不想要我的画 他笑话我 你这是杀熟啊 你的画卖这么贵 让我当冤大头 不是我定价的 如果你想要 我可以免费给你画一幅 不用了 我家里人会毁了他的 我能理解萧雪儿的难过 因为我的继母 也会毁了我所爱的一切 那我给你一把画廊的钥匙 你想看画就随时可以过来 他收起了玩笑的表情 很认真的说道 几博答 谢谢你 关系很好的时候 我告诉他 如果我能变得聪明一点就好了 他一脸惊讶反问我 你哪里不聪明了 你不知道 我成绩很差的 那大家会笑话你的 有什么关系 我也会笑话他们 那些人画画有你好吗 长得有你帅吗 性格有你可爱吗 哪来的脸笑话你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笑 能跟你做朋友 真好 萧雪儿有些遗憾到 我马上要出国了 我不放心男朋友一个人在国外 你可不要交了新朋友就把我忘了 还有 不要再把画廊的钥匙随便给别人了 你不是别人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就算以后交了新朋友 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萧雪儿伸出小手指 拉钩 好幼稚啊 不要 他笑着来拉我的手 不行 快点拉钩 就算我出国了 你也要联系我 经常给我发消息打电话 你要是做不到 小心我飞回来找你 好吧 几博答 你要多吃一点 多笑一笑 我希望你能开心 不要一直做那棵孤独的树 我不知道该怎么答应他 要不要去看看心理医生 就当聊聊天 我有认识的人 我摇了摇头 不用担心我 只要他在 我就会好 我就在这里等他 他飞累了 来看我一眼 我就不会孤独 你应该先学会爱自己 再爱别人 我从来没有不爱自己 虽然我不太聪明 但我一直在努力 适应这个世界 努力生长 我爱自己 也爱柳如烟 这并不矛盾 也不需要割舍 我不开心 从来都不是柳如烟的错 他是曾经唯一找到我的人 我从来都不是因为他感到痛苦 我只会因为他感到幸福 他带来的那些酸涩感 也是因为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暗恋者 还是会有想要拥有他的欲望 而不是他做错了什么 两年前 我曾经去过一次萧薰儿的城市 不过不是为了见他 那年 媒体报道正在国外露演的柳如烟 受到了袭击 我太担心了 第一时间就直接买机票飞了过去 结果到的时候 是晚上 去酒店的路上 我被抢了 钱和手机都没有了 我反抗时被打伤了头 还被划伤了手 在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医院了 异国他乡 我不知道该找谁 后来只能通过警察联系到了萧薰儿 我想让他带我去见柳如烟 结果却从网上得知 他已经和梅吉博去了下一站香港路演 香港记者采访他时问到了他遇袭的事情 他亲口承认自己没有受伤 只是外媒夸张 我终于安心了 萧薰儿却很生气 责怪我冲动 说我来之前应该先联系柳如烟 我其实没有打算让柳如烟知道我来看他 如果他受伤了 我也只会在病房外面悄悄陪着他 我不想让他觉得有负担 胆到对我亏钱 毕竟喜欢他这件事 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萧薰儿恨铁不成当道 你别说 你还真是个傻的 我知道 他是关心我 不是在开我玩笑 所以我一点都不生气 回国后 我立马重新补办了手机卡 一周后 柳如烟给我打电话 说因为行程太忙 可能要取消荡月的约会 问我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很想问他身体还好吗 会不会太累 但最终只是说没有 可以取消约会 他不再开口也没有挂电话 而我也保持着沉默 大概十几秒或者二十几秒后 他挂断了电话 我想不合时宜的关心也是一种打扰 所以我没有开口 我已经不会跟他相处了 在他面前 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 才不会冒犯到他 只能说少说少错 不说不错 以至于后面这两年来 我们的约会也总是很沉默 沉默地就餐 沉默地看一场展览 或者听一场音乐会 再沉默地分开 如果早知道 我会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去世 那我一定会在死前 鼓起勇气跟他好好告别 而不是简单地发一条短信 在我去世后的第三周 我见到了萧轩 他风尘仆仆来到柳如烟的家门口 在凌晨踹他的门 在柳如烟打开门后 直接揍了他一拳 两个人很快扭打在了一起 柳如烟你个信求 我打死你 你就是个信求 柳如烟一直没有开口 但眼神变得很吓人 里面带着红血丝 我在一旁急得跺脚 不停喊着别打了 但没有人听得见 我想萧轩儿一定是误会了 我的死跟柳如烟没有关系的 打到最后 两个人都挂了踩 倒在地上气喘吁吁 柳如烟 以后别让我看见你 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滚 他的猫 给我 你也配 柳如烟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萧轩儿站在门口骂了很久 最后被警察带走了 他从警局出来后 就去了我的墓地 也不说话 一直抽烟 萧轩儿 你应该先去医院 你不要抽这么多烟 对身体不好 萧轩儿突然哭了 我也有点难过 想跟着他一起哭 骗子 不是说好要来看我吗 我女朋友一直都很想见你 我还没来得及让你们认识 他也很喜欢你 想跟你做朋友 对不起 几博答 不要道歉 我不接受 赶紧给我起来 不然我不会原谅你 这个骗子 你不是说你过得很好吗 我他妈都看见了 那个女人根本不爱你 干嘛非要喜欢他 你脑子一根筋啊 不能换个人喜欢啊 你回答老子 我回答了他也听不见 但我不希望他这么难过 萧轩儿 对不起 虽然我不能活着陪你了 但我现在是鬼了 可以多陪陪你 或许还能见到你男朋友 我也想跟你喜欢的人做朋友 他一定也很好 可惜 我没有机会了 于是接下来 我都跟在萧轩儿身边 他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了 但整理我的画廊工作事实 他又哭了 边哭边骂 几博答 你就是个笨蛋 这么喜欢他 你告诉他呀 转机飞了36个小时去看他 你没长嘴吗 你是哑巴吗 你什么都不说 你总是这样 他不喜欢你又怎么样 他觉得是负担又怎么样 你干嘛这么喜欢他 对不起 喜欢他这件事是不可控的 这里面一共有374张 关于柳如烟的话 每一张底下都写着日期 有我偷偷去见他实话的 有我太过想念他实话的 后者居多 幸好萧轩儿远在 大洋彼岸的女朋友 还能安慰他 萧轩儿不会在他面前哭 但是会在他面前骂柳如烟 柳如烟就是个 还不准我告诉那个贱人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那些钱本来就不属于我 为了让我爸不会良心不安 我才收下的 我没花过 留在我的账户上也没有用 况且后来 萧轩儿也送了我很多昂贵的礼物 他真的不欠我什么 是我自己非要喜欢他 他现在有本事了 升官发财死老公 没死他了 对外立单身人设的性求东西 跟别的男人没来眼去 还不跟几伯达分手的渣女 这个死别散 竟然还在网上宣布 马上要结婚了 我可去他妈的 柳如烟要结婚了 我的心一颤 我想过他会跟别人在一起 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为什么不能等我消失了 他在结婚 他就那么讨厌我吗 明明我都很乖 除了每次约会 根本不会出现在他面前 也不会打扰他 尽管很难过 但我还是会祝福他 我希望他开心幸福 人生能够圆满 事实顺心碎意 我回到了柳如烟的住处 打算再见他最后一面 就算以后我不消失 也没有勇气再来见他了 哪怕是偷偷的 他的生活依旧一成不变 按时上下班 晚上在书房敲带马 喝很苦的咖啡 但他的无名指 多了一枚戒指 我忍不住想 他的结婚对象是梅基伯梦 但答案不重要了 反正无论对方是谁 都不会是死了的我 我在他身边待了一天一夜 他彻夜未眠 一直在敲带马 柳如烟 你要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 不要这么拼命 不要生病 我希望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但不要吃太多苦 喜欢你这件事 我一直都把它当成自己的事 不需要争得你的同意 你也没有权利让我放弃 只有我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 如果我是扎根的树 你就像飞往高山的鸟 我的喜欢不是你的家族 你从来都是自由的 这是第一次 我认真跟他告别 也算是弥补了我的遗憾 我祝他新婚快乐 和心爱的人白头偕老 子孙满堂 祝他长命百岁 一生好运 不要有任何遗憾 天光破晓时 我渐渐消失在了空气中 柳如烟 现在 我喜欢你这件事 我宣布永久结束了 柳如烟翻外 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 梅吉伯怒气冲冲道 柳如烟 你为什么要开除我 我抬起头 冷冷看了他一眼 出去 这是我第一次 对合作伙伴如此不礼貌 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如果不是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则 我大概不会对任何人生事 也不会对任何人感到抱歉 是因为他吗 可是你明明不喜欢他不是吗 我那天都听到了 他的母亲来敲诈你 我哪里做错了 我拨打内线 吩咐秘书 让保安过来一趟 他被保安带走的时候 哭着问我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没有必要跟他解释 而且 那个女人不是他的母亲 只是一个会在认领儿子尸体时 露出笑容的恶毒后骂 想起他他 就令人作呕 他的后半生 都要为那个校付出代价 我压下心底阴郁的念头 继续交接工作 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之后 我开始准备婚礼 从场地到布置 都是我亲手选的设计的 消息也早就放出去了 我对秘书说道 不要限制记者入场 对方似乎有些疑惑 但立马回复好 刘总 请柬怎么准备 还是出了一点意外 那个女人也来了 还带了一群人来砸场 幸好我早有准备 安排了很多保安 他最后被人按在地上 只能无能狂怒 柳如烟 你他妈还是人吗 几伯打走了还没有一个月 你就要跟别人结婚 你个垃圾 我不知道我们俩作为情敌 他为什么要这么生气 但我也不关心 沈幼楚带着猫一起来了 他问我 新郎呢 我看了一眼猫 胖了 看来他照顾的不错 于是耐心地告诉他 很快你就知道了 婚礼开始后 我听到宾客们窃窃私语 新郎呢 该不会讨婚了吧 哪个傻子会讨婚 那怎么只有刘总一个人 你们看刘总拿的什么 这个婚礼怎么这么诡异啊 我从秘书手里 接过一个黑色的盒子 将戒指小心地放在盒子上 然后 我开始念结婚誓词 我和几伯搭在今天 在这里 在大家的见证下 愿意共同进入婚姻的殿堂 无论贫穷或富贵 无论健康或疾病 都会相互扶持 相互照顾 直到永远 在此 我愿意承诺以上所有的誓言 愿意用我的生命去实践 去爱护我们的婚姻 去爱护我们的家庭 以上誓言 在此宣告 本人柳如烟愿意永远坚守 谁说婚礼必须两个人一起完成 我念完后 对着众人说道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和几伯搭的婚 靠 柳如烟你是不是疯了 众人的喧嚣声中 萧熊儿一脸震惊看着我 我走到他面前 居高临下看着他 我敢娶他 你敢吗 这他妈是敢不敢的问题吗 你手里拿的什么 是他的骨灰盒吗 你真的疯了 那你的喜欢也不过如此 我把勤俭扔到他面前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一阵风吹过 勤俭上面写着 新娘 柳如烟 新郎 几伯达 那天 本是出了近年来最大的新闻 听游戏公司的创始人柳如烟于家中自杀 抢救无效后死亡 此时怀里一直抱着王夫的骨灰盒 在一个月前 他已经立好了遗嘱 将财产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 公司也交给了职业经理人 还在最新的游戏里上线了一条支线 在柳如烟死后 作为他的遗作 游戏国王的天空迎来了爆火 萧薛儿的心情很难形容 他不懂 为什么柳如烟从来没有说过喜欢吉伯达 最后却以那么惨烈的方式去找他 直到他黑了国王的天空最新上线的一条 被网友吐槽到上热搜的支线 谁地府有关系 能不能托人问问柳如烟 这条支线到底怎么通关 死了还留个天空 他是不是故意死前还要恶心玩家一把 这条支线根本没法通关 玩家不可能猜得到正确答案是什么 别想了 这只是炒作的营销手段而已 支线名为他的遗憾 任务是完成主人公的遗憾才能通关 但这只是一条新加入的小支线 并不影响主线剧情 可是由于没有人能通关 甚至连第一个场景都过不 反而激起了玩家的逆反心理 主人公的形象是黑白动画人物 穿着长袖白衬衣 黑色西装裤 一脸冷漠的少年 NPC拿着礼物 开口了 谢谢你 不用 你不喜欢钢笔吗 那我下次送你别的礼物好不好 你喜欢什么 请人物回答 回答正确才能继续闯关 是怎么回答 字典有多厚 谁知道所有字组成一句话有多少种答案 这个题的难度就不是概率的问题 而是压根就没想过让玩家通关 但是萧薰儿黑了这条支线 所以看到了答案 他缓缓打字 我喜欢你送的钢笔 但是它太贵了 我很穷 还不起同等价格的礼物 还有 对不起 让你不要烦我不是真心话 我只是因为母亲的医药费有些烦躁 画面一转 放学时 走到校门口的少年 听到几个女生在讨论嘲笑一个被关起来的傻子 他停下了脚步 但还是走了出去 去了医院照顾完母亲后 他开始往学校的方向奔跑 然后打开了被恶意锁住的卫生间 他打开门后 少女对他说道 你找到我了 别跟他们玩了 可是从小到大 只有他们愿意跟我玩 小时候 身边的人都害怕跟我玩 害怕会被传染成傻子 可是我现在明白了 跟我玩不会被传染的 你不收我的礼物 是不是也怕被我传染成傻子 我真的不会传染的 你不要害怕 我知道 出来 我送你回家 真的吗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别人你送我回家的 为什么 那样大家就不会笑话你了 我也不会在学校里跟你讲话 几博答 请人物回答 回答正确才能继续闯关 我不怕也不在乎被人笑话 我从小捡垃圾生活的时候 笑话我的人更多 我可以一直送你回家 一直在学校里跟你讲话吗 两个人分开钱 少女问他要了手机号 他说 可以 他这么擅长拒绝别人的人 唯独好像很难拒绝他 少年又来到了医院 这时出现了一个画着红唇 面目猙獰的女人 他手里拿着钱 你也知道 我女儿智力有点问题 但他说你挺有意思的 让我把这些钱给你 只要你愿意跟他在一起 哪怕是当个玩伴 当条他的宠物狗 少年接过钱后 然后拿出了手机 请人物选择是否拨打电话 选择正确才能继续闯关 萧薰儿选择了事 恭喜玩家选择正确 少年 喂 是几博答吗 你母亲说 选择正确答案才能继续闯关 请重新选择 少年走到了少女面前 纪伯达 我很想你 你可以跟我一起过圣诞节吗 萧薰儿震惊又无语 他跟纪伯达从来只是朋友 他曾经也很喜欢画画 却因为家里原因 只能放弃 所以才会欣赏几博答 而且他有青梅竹马的女友 柳如烟没长嘴吗 既然都来了 为什么就不能多问一句 几博答根本不会拒绝他呀 他到底懂不懂 剧情继续往下走 早上六点 还在火车上的少年 接到了一通电话 喂 柳如烟 我吵醒你了吗 请人物回答 回答正确才能继续闯关 没有 我没睡 我在想你 几博答 其实我有点生气 我觉得你的行为不太合适 人不能同时喜欢两个人 但我之前确实对你不太好 所以不是你的错 你如果没有想好 我可以给你时间 也可以等你 他向来拿他没什么办法 少年下了火车后 走进了一个新的场景里 他正在台上侃侃而谈时 台下突然有人冲着 他泼了一瓶不明液体 哪怕他第一时间被过了身体 硫酸还是灼伤了他的后背 变得血肉模糊 画面一转 来到医院 他坐在床上处理背面的大片烧伤 处理完伤口后 他一直拿着手机 从白天等到黑夜 请人物选择 你继续等待 B拨打电话 萧薛儿毫不犹豫选择了B 恭喜玩家选择正确 少年拨打了电话 几拨打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以后的约会可以增加吗 我突然觉得 或许我们之间 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 他注定得不到任何回答 因为在现实里 柳如烟也根本没有打出这通电话 画面来到香港 少年回答完记者的问题后 屏幕里出现了一段话 因为一直等不到你的电话 所以我告诉香港的记者 我没有受伤 这样就不是你不在乎我 而是你知道我没有受伤 所以没有给我打电话 但其实 我有点难过 好吧 是很难过 几拨打 你是不是一点都不喜欢我 就算只是当个玩伴 我在你这里 也是不及格的 对吗 我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 所以这个月的约会 大概要取消了 我不想让自己的坏心情影响到你 萧薛儿退缩了 没敢继续往下玩 他起身抽了根烟 原来 从柳如烟的视角来看 这个故事竟然是这样的吗 他们明明是 互相喜欢 也尝试过努力过 可却一次又一次都在错过 他抽了很多眼 逐渐平息了心理的压抑窒息 重新坐回了电脑前 剧情来到少女 捡到了一只流浪猫 你能帮我养它吗 请人物回答 回答正确才能继续闯关 我不喜欢小动物 但如果你喜欢 我可以养 至于那只猫的名字 后来萧薛儿也找到了答案 每次他提到 几拨打这个名字 猫都会有反应 他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或许这只猫就叫几拨打 那个男人也不是不要它了 是没办法再养它了 才会把它交给朋友 剧情往下走 昏暗的包间里 一群黑白NPC们起火 小杯酒 小杯酒 少年拿起了酒吧 停顿了几秒后 笑着说道 我有女朋友了 那为什么没公开 因为不确定他喜不喜欢我 但我很喜欢他 所以不想给他压力 少年喝了很多酒 回到家 他拿起手机 回复了那条 一直没有回复的 有关分手的消息 然后他躺进了浴缸里 将自己沉入了水中 直到窒息 屏幕最后出现了 人物依旧感到很遗憾 选择了死亡 所以通关失败的提示 支线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因为主人公 永远也说不到回心 所以这个支线 一开始就注定了 只有B的结局 没有人能通关成功 就连游戏发明者 也没有任何办法 消息而想不通 这两个人 怎么就浪费了 七年的时间都在错误 到底是命运的捉弄 还是胆小的人 注定不会得到命运的倦务 可是他们俩 只是一个不够聪明 一个不懂表达人 他们已经很努力了 哪怕命运给他们一次机会 只有一次也好 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 他们甚至在死前都不知道 彼此是相爱的 这怎么能叫人不遗憾 柳如烟从来没有恨过几波达 高中认识他时 他就忍不住把目光落在了他身上 他的眼神很清澈 普通的校服穿在他的身上 也很好看 他皱着眉头解题的样子 也有点可爱 他就像生活在城堡里的公主 无害 天真 不安事事 尽管后来因为可怜的自尊 因为那笔医药费有点讨厌他 所以迫不及待想创业赚钱 把母亲的医药费赶紧还给他们 但他真的没有恨过他 他甚至在心里替他开脱 他只是搞不懂在一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而他也不懂 他们就这样懵懵懂懂在一起 可是谁都不懂该怎么在一起 他从小和重病缠身的母亲生活 忙着生存 没有人叫他什么是喜欢 他不懂也不会喜欢一个人 他只爱钱 只想活下去 可是后来 他愿意把赚来的钱分一半给几波达 在后来 他想 如果他愿意跟他结婚 可以全部给他 后来他才反应过来 在学会喜欢一个人之前 他先学会了自卑 在意识到他其实一开始就喜欢几波打之后 他没有挣扎 很快就选择了投降 他喜欢他 太正常了 他那样的人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他呢 但他又好像没那么在意他了 他不再主动给他发消息 不再主动给他打电话 他好像不再懵懂 理解了什么是在一起 而他也好像错过了示好的时机 他们约会的时候 他甚至拒绝了他的花 他大概不知道 他对花过敏 每次跟他约会前 为了送他花 都会先吃过敏 他在外面参加活动 即便是合作方送的花 都会扔给身边的同事 麻烦他们处理一下 他笨拙地讨好他 却始终不能让他开心 约会的时候 他总是很沉默 吃的也很少 看起来很勉强 他问他喜欢吃什么 他说都可以 他把全市的餐厅订变了 也没有他喜欢吃的 他很焦虑 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个月一次的约会 也已经变成他的负担了吗 他尝试过开启话题的 但是他回答的总是很简单 不想多说的样子 他也不再勉强 他知道 他的世界不再需要他 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看见他的好了 如今 只是他卑微地需要他 哪怕只是见他一面 他都发自内心地 感到满足和愉悦 他知道自己是自私的 应该直接给他一笔钱 然后提出分手 但他舍不得 也没办法放弃 只能减少见面的次数 尽量不造成他的困扰 他真的很喜欢他 第一眼就喜欢 他从小拥有的东西就很少 从未想过能拥有一个 如此昂贵的他 像公主一样的他 他这样的人 怎么配呢 所以他在一开始 假装不想要 假装自己没有被他吸引 可他的身体 比他的心诚实多了 他想 如果他不提分手 他可以对他的冷漠 视而不见 也可以容忍他 喜欢上了别人这件事 毕竟他一开始 也对他没什么耐心 一点都不好 先做错事情的人是他 所以他没有错 如果不能用他这个人 留住他 那么他的社会地位 以及财富是否可以呢 直到上市前 他心里终于踏实了一点 公司上市后 就该求婚了 可是没等到他求婚 企图用婚姻 让他们之间 变成法律保护的 一对一的关系时 他提出分手了 这一天还是来了 他为了准备求婚 买下的城堡 定制的钻戒都没有用了 他早该明白 他想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 物质困不住他 他也是 但他还是想争取最后一次 尝试挽留他 可他完全不知道 该怎么回复那条消息 那是一道比他遇到的 任何数学题都难的问题 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消化 试图找到正确的解法 甚至在上班开会的时候 频频走神 得知他的死讯后 他才知道 如果他早一点回复那条消息 得出一个答案 哪怕是错误的不完美的答案 他就不会在晚上9点11分 走出咖啡馆的大门 不会遇见酒驾的司机 也不会死 他表现得很平静 一点都不难过 因为很快 他们就会见面了 他推迟了公司上市的时间 要赶紧把支线剧情码完 把他喜欢的猫托付给一个好人 把婚礼筹备完 还有那个莫名其妙 把约他出去喝咖啡的同事 忘了叫什么名字 也要记得开除他 处理他继母 还有那个酒驾的杀人犯 以及如何回复那条信息 所以事情真的太多了 他根本没有时间伤心 尽快完成 他就能快点见到他 然后把答案告诉他 这成了他唯一活下去的执念 终于 在婚礼结束后 他回复了那条短信 几博答 我知道我不够好 不懂艺术人也很无聊 但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的公司会上市 我会送你你喜欢的一切 我可以帮你养猫养狗 只要你喜欢 你给我提的所有要求 我都会说可以 所以你可以不要喜欢别人 只喜欢我吗 因为我只喜欢你 也只想跟你结婚 他觉得 他给他的始终不够多 因为他从来不知道 他想要什么 如果几博答收到那条短信 他大概会很开心 然后迫不及待回复对方 柳如烟 原来你没有我想的那么聪明 你好像不懂爱情 没关系 我会慢慢教你 但好像我也很笨 甚至忘了告诉你 我喜欢你 你知道的 我不聪明 所以学不会同时 喜欢两个人这种事 柳如烟 我只喜欢你 也只想跟你结婚 如果柳如烟收到回复 一定会很臭屁地回答 我知道 但其实 他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 他可能会在下午的四点 推开咖啡馆的大门 跑着去见他爱的人